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 同样有抗议活动 但是这个抗议鸦雀无声 只有沾染活人鲜血的 英国皇家徽章 夜晚投影在教堂的墙身上 代表着哈里王子 在阿富汗服兵役期间 杀死的25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也是俄罗斯艺术家 莫洛金最愤怒的抗议 这个艺术作品的红色颜料 是来自法国和英国 六名阿富汗难民捐出的鲜血 整个项目一共用了 1.275公升的血液 莫洛金特意用成品 点亮英国国王查尔斯 和已故戴安娜王妃 在1981年结婚的大教堂 讽刺意味十足 此外投影的时间点 恰逢哈里回到英国出席听证会 莫洛金的团队 试图跟哈里取得联系 向他展示作品 但是没有成功 莫洛金还根据哈里的冷血行径 设计了一款游戏 名字叫做《皇家之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